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今天做了一條影片講關於47人案的開案陳詞 控方在一條影片程堂作為一個證供的影片 這條影片是偷拍的 偷拍到大耀廷在新界西協調會議的講話 這條影片應該是拍著每個人的腳在桌上偷拍 偶爾就會抽上來拍到大耀廷的臉上的內容 當然裏面有個25仔 今天在網上就洗版了 抽出了這個25仔 我沒辦法證實他是不是真的 我看到有人在社交媒體連樣子都出了 你有興趣的自己上網找吧 我就不在這兒詳細講 因為我對這個人不是很熟悉他是誰 有些人跟他共過事 我連見都沒見過 又說他有民建聯底 後來又變了支持民主派 各位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我比較有興趣就說 香港在47人案裡面認罪的被告轉為控方證人 特別是歐樂軒 這個是我熟悉的 因為跟我做過電台節目的 還有另一個是暴泰的老闆林景楠 先說一下歐樂軒 他沒有辦法理解他的心路歷程 因為如果他不是自己出來說的話 他為什麼會轉為控方的主要證人 或者關鍵證人 你沒有辦法了解他的心路歷程 他也不會在這個時間說出來 他作弓的時候 他也不會說為什麼會做一個控方證人 或者污點證人 我也不會說 我想建案完了之後 看看判的情況是怎麼樣 他出來後 都可能不會接受任何人的訪問 消聲匿跡的了 不過他跟側面 就會看到他有些想法 大家知道他還未被控的時候 他有一個花名 他現在也有一個花名叫教練 為什麼叫教練呢 那時候都一時傳為佳話 因為他的樣子很相似 真的很相似 他說他是失散哥哥 說笑 就是香港足球隊的前教練 一個韓國教練 金判坤 那樣子很相似 所以他就一直在社運界 民主派裡面 他自己都說 說自己像金判坤 說自己的花名就是教練 那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 就是大家知道電台 是有一個給這些在囚人士的點唱的節目 很多人都聽的 就是坐在監獄的人 到時到後 就會打了心機來聽的 也都有 有很多很感人的內容 話說 我看媒體說 就上個月中 就寫上電台 就點唱給一個叫D六妹和GIF的人 那他說呢 在案件裡面 他是第二被告 他教練做署名 為什麼要講教練 就是要用教練來做署名 所以很多人就估計這個教練就是他 那他就點唱一首叫通心術 他的說法就是之前激怒了D六妹 所以就要點唱給他 亦都點給F先生 祝他們幸福恩愛 他說除了D六妹和GIF先生之外 這個教練同樣點唱給GIF 然後就說 終於叫了人劇透高達水星的魔女給你了 這些是密碼來的 我們真的不喜歡說什麼 然後教練就說 希望對D六妹說 我知道達不到很多後輩心中的期望 或者令人失望 這兩年我都有不開心 現在沒有東西 僅要過大家可以早日放學 不必再為我耿耿於懷 記得D六妹在我受難的時候 請我的行李回家 這份恩情我銘記於心 這位一般人都認為他 就是歐樂軒的 署名點唱教練 就是說 這首通心術就希望 好像這首歌一樣 世界末日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放下 和原諒 希望D六妹你收到了 最後提到 希望D六妹你不要生氣 我們的一切經歷之後 其實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放下呢 放下一切不必要的 拿起你的快樂 和愛才是最重要的行裝 才可以帶走 整段東西 密碼來的 可能不是當事人 你不知道要說什麼 但重點就是 現在沒事緊要得過 大家可以早日放學 放學是什麼意思呢 對於在囚人士來說 放學即是放監 即是刑滿出獄 又或者脫了罪就可以了 可能是對於歐樂軒來說 他最關心的是 早日放學 當然 就不只是他 其他所有在囚的人 判刑的 還沒判刑的 都是最關心的是 早日放學 早一天 早一天 但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呢 問題的關鍵 如果很多媒體都說 他這個教練就是歐樂軒的話 這個早日放學的主觀的良好願望 行不行呢 這個早日放學 可能他轉了做控方證人 可以達到這個早日放學的這個目的 即是早些放監這個目的 因為可能有些罪不告他 又或者因為他轉做控方證人 然後就得到輕判等等等等 即是將功贖罪 坦白重寬 抗拒重嚴 這些大陸是很流行的 重寬的意思就是 可以輕判的意思 但是他這個做控方證人 他自己可以早日放學 被他指證的人 是會早日放學 遲些放學 或者是遲幾年放學 十幾年放學 二十幾年放學 一定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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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 你的早日放學 可以換到別人的早日放學 你的早日放學 人家都可能會更遲放學 因為你指證別人 因為你讀灰 簡單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分析 算盤不會這樣打的 就是說 我指證別人 我能夠早日放學 人家都可以早日放學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你那個 證供的技巧 怎麼可以令到別人的罪名減輕 我想不通 如果你的主官娘很願望 真的是這樣 對自己的判斷 好像很有自信 會不會自信過頭 覺得他做了這件事 就等於大家都好 我暫時來說 我不會心懷惡意去看他 可能他會這樣想 但是 我可以告訴他 最後一定不是這個結局 可能他換到 其他的 控方證人都會換到 相對比較輕的刑期 但是其他的人 其他被告 尤其是在證供中指證的被告 因為控方開案層次的時候 特別是點名 歐樂軒是主要的證人 說他錄了一份 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證供 這個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另一個我想說的就是 阿布泰的老闆 林景楠 今天就有五個男子 在王國的阿布泰生活百貨 在我門口喊 爆粗 喊著阿布泰生活百貨的 創辦人林景楠的名字 要求跟他見面 因為他保釋了出來 被警方抓了 告他在公眾地方行為不險 其實不單止第一次 上星期五一次 然後就有滋擾衝進去 然後就 然後就 星期日有兩個衝進去 在那裡叫囂 警方就說 在葵涌九龍城都抓了兩個 十四十五歲的本地男童 然後也抓了三個 二十五到二十八歲的本地男子 就告他們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正在被扣留調查 我想大家都知道 當傳出林景楠 轉做控方證人的時候 四十七人案的被告 有些是扣押著的 已經在監裏 呼籲他杯葛阿布泰生活百貨 就說不要跟他們買東西 林景楠就在Facebook那裡 就發了一篇長文 講述 他都沒有說到為什麼會轉做控方證人 總之他的說法就是 留下來的人 他可以選擇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樣 我都覺得是 有時候會爛的 留下來和走了 我們這些走了的就好像在那裡 爬斬斬這樣 好像是否在說風涼話 別人留下來呢 其實是很辛苦的 創了一個業 有幾百的員工 大家要生活 好像說他的太太 他的家人都已經去了泰國 他應該是泰國人 他只剩下他 他就加大業大 留住 那麼多員工 他生意都要做的 他轉做控方證人 目的就是 我留下來 我有我的 選擇他的生活方式 所以轉控方證人 然後才能夠 保持他的生活方式 又是 他不會詳細跟你說 他心路歷程 只能夠從側面 他說的東西 他寫的東西 大家去做一個推測 他怎麼想呢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轉做控方證人 他就想 有機會 或者警方 給他一個提供 或者跟他談 你這樣這樣 可能就會輕判 有機會 可以繼續他的生意 是這樣 我也說了 和諾軒一樣 你可能是 換到早點放學 那是不是就等於人家可以早點放學 這個是延長的後面事 鴨乾見影的就是 你的生意馬上受到影響 因為你是一個 就是 開門做生意的一個企業 做零售的 你一直都是用一個叫做黃店 黃色經濟圈的面貌出現的 所以很多人去支持你 我很記得 你那時候 賣《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有很多人去支持他 因為他這個取態 他被參加這個初選 然後就被檢控 最後得到保釋 我看到很多黃色經濟圈的人 都有放東西在他們那裡賣 阿布泰生活百貨那裡賣 然後就給他生意做 簡單來說 例如 杜汶澤的出品 在台灣創立的這個品牌 叫做小杜糧品 等等 很多這些生意給他做 但是 一聽到他做 控方證人 或者叫污點證人 馬上他就 跟他要割席了 杜汶澤呢 就宣佈他的小杜糧品 今後不會再在阿布泰國生活百貨 或者叫阿布泰出售 他說凡事都是選擇 尊重每一個人的決定 所以我們現在呢 為消費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這個就是杜汶澤的 一向都是 立場鮮明的 說話不說多句 都不用丟理 大家都明白 因為你已經轉了題了 所以我為什麼這些東西在你那裡賣 和你割席 然後就 有這個叫做奶茶紳士 也是 他說在昨天開始 他的產品 在阿布泰的正式下架 然後他做控陪阿利斯 也在上星期宣佈 由於業務調整 決定停止阿布泰寄完的安排 有一個懲罰師的應用程式 宣佈阿布泰分店全線下架 不會提供阿布泰現金券 給會員兌換 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種種 我們難以再說服自己 如此支持他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生意的影響有多大 你只能夠 我想林景南自己才知道 但是作為一個 我都說了 歐樂軒 他可以完結 出來可以輸升的職 不過都很難 因為他說自己搞學術 他日文也很厲害 做政治的研究 他怎麼在這些行內 繼續立足呢 我想不到 然後林景南 他的生意要打開門做 以一個黃色經濟圈的 一個零售店舖自居 然後突然之間 現在做了這件事之後 對他支持黃色經濟圈的香港人 大家都知道可能都會很反感 真的會有杯葛都不頂 情況下 那誰去買東西呢 當然他說有蛇字熱香 靠黃色經濟圈 他做生意是無以為計的 你看很多都撐得很辛苦 不如擺脫政治的包袱 重新開始 可能他會這樣算 算盤 行不行 我不知道 這個都是他自己知道的 冷亂自知 不過我想說 打開門做生意的零售店舖 如果是這樣去轉貸 一定會很傷 會不會最後都是得不償失呢 我也是說過那句 好像杜汶澤說法 一樣都是選擇 你選擇不認罪 堅持到底 你選擇認罪 考慮自己可以知道判刑判多久 有個計算 甚至你去做污點證人 那個選擇就是自己可以做些放學 這是你的選擇 你的選擇 每一個選擇是有後果的 每一個選擇 都不是你 機關算盡 都計算出來 按住你的意願 那方向去走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會的 這是你人生的一個很大的污點 你做了這個選擇之後 這個污點是會跟著你一世的 亦都是會跟著你的良心一世的 這個我可以很肯定 好,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直口快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再見 好,再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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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